当地时间3号 美国HBO电视台播出了一段 总统特朗普近日接受专访的画面 采访中为了证明 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 比其他国家做得好 特朗普就美国新冠死亡率这一问题 与主持人陷入了争执 特朗普在采访过程中 一直挥舞着手中的表格 试图向主持人解释自己的计算方法 并固执地称 美国就是第一 美国就是最好的 这并不是特朗普 第一次在采访中提到这个计算方法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此前就曾反驳特朗普 称这种计算方法 是存在问题的衡量标准 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这个国家 进行了多少核酸检测 英国卫报也表示 由于不同国家核酸检测率 存在巨大差异 特朗普口中的病死率 并不能成为衡量死亡率高低的标准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特朗普3号晚 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开学霸 再次强调重新开放学校 随后这篇推文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 以至于闭上你的嘴 一度登上热搜话题榜 美媒称 这某种程度上体现了 人们对特朗普 在疫情肆虐下提出的 无理要求表达出的愤怒 由美媒称 在特朗普发布这条推文之前 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 刚刚拒绝了特朗普 关于重新开放学校的要求 该州蒙哥玛丽县7月31号 禁止私立和独立学校重新开学 其中就包括特朗普最小的儿子 巴伦特朗普即将就读的学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